我觉得我内心怕了 你有点怂了 其实是这样子 我的一些知名度 流量还有观众缘 不是那么好 然后可能还会一些争议 这个会影响到制片人 就是制片方 去选他的时候 会觉得会有风险吗 你只要不违法不违纪 不违反这个道德伦理 别上升到你让我活不了 让我需要给你换头 那可能就是之前没遇到你们 对 那个是给年轻人八卦用的 跟行业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这个困扰 让我可能五年都是在这个状 你是想说 其实是因为这些舆情 然后你被拒绝过 是 因为是这些舆情会让 就是平台方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有些制片人 可能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借口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 你是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实力不够 现在找你的戏多吗 老实说比较少 有可能是演员定位的问题 因为大家看到他第一眼 可能就把他定在一个位置 帅哥呀 名模呀 谁找你演二愣子 但是他是真愣啊 他气质里面有种愣的东西 可以先自己杀下心来演一些小成本的 就让大家多看见你呀 对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徐佳 你这样形象的男生其实还蛮多的 虽然这篇人讲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说你这样形象漂亮的男孩多得很 但是有种气质叫别人没有 就不油 有没有 一点都不油 就这个东西对一个艺人来说 他的敏感度在 就如果有一天你说我拿捏了 好了 差不多了 那就差不多了 到头了 我观察到他呢 其实他很友善 很礼貌 但其实我看不透他 所以他在演的戏可能就可以很大反差 我一直看他眼睛 其实我不太知道他 你想什么说 可能里面很阳光 可能一点哇 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动演戏非常有帮助 就可能可以演一些比较阴安的角色 也可以演一些很阳光的 我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 他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 各位多给他机会 那你觉得我跟静姐可以演情侣吗 咱就看只要合适的剧本角色 静姐跟您愿意我就没问题 是吧 我不会演出那种上头条的那种 太吓人了 哎呀 这个宝宝太有趣了 你看然后大葱也是一样的 你的戏路应该会很宽 感谢老师们 他可能真的就缺一部属于他的男主角 就商量一下 可能把今天把你当机用 让我们仨不保语了 挺好 你看看 都给你愿意当机 不要骄傲闹啊 然后你们三位就是要做好陈殿 只要有机会就抓住这个机会 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树梁 多西发展的话很难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得很好 我想问你到底现在哪条路你想走 你说演员跟歌手 对啊 当然都想走啊 说到你两个你都想要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 你的未来艺术生命怎么走 你真的得要做一个明确的决定才行 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啊 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是两个职业 但你必须得把一个职业先做到特别精 对吧 就比如说你是 你唱成了陈毅迅 你去演电影是有人会为你买单回去看的 或者你演戏演得跟刘德华一样 你再去唱歌也会有人能接纳 加油去吧 明天见 谢谢大家 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们 好 有请第三组演员呢 何洛洛 向左 李明德 挺超 张瑞 朱紫霄 来吧 请坐 请坐 你们好 你们好 欢迎各位 现在是揭晓谜底的时刻 就是我们对大家的这个评判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 悠脆有机 无限超越 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 悠脆有机奶粉 未来无限 超越时刻 没有第一梯队 妈呀 第一梯队没安人啊 我认可呀 这是在我的预计当中的 这几年并没有让他看到 张瑞 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一直觉得你有偶像包袱挺重的 其实以爱你也跟我聊过嘛 但是为什么后面我们一直很纠结没有合作 就是因为觉得你一演戏 其实跟你从《星环珠》到后面我们《长风度》 感觉的那个状态都是一样的 因为跟你的生活中太像 他就是像琼瑶小说里面的人 对对对对 就没有那么的放松 就是你要从生活中训练你内心的松弛 就是《解放天性》嘛 好 记住了 记住了 你就在这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你就多选一些 多尝试一下 多尝试一下 距离你远的角色了 所以我是希望让演员这次都知道 未来可能今年或者明年 就是其实对竞争非常大 我觉得竞争在这张桌上就已经出现了 何乐乐 景超 李明德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对对 那怎么办 实话是说 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你们走的那个路线都太像了 我们这个市场 其实特别缺年轻有仗力的人 就是有男人味的人 我有一个类型剧 我就一直都脑子也在想 他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能有谁能有谁 真的想不到 现在从爱豆一出来之后 大家穿衣风格 包括你看连发型都一样 发型都很像 但这个也好难 那你说他们本来就是像个阳光男孩 那不像能怎么办呢 面一点 真的得思考一下自己的特色 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根本 他上次录的时候 他演了一个差距非常大的一个形象 他演的挺好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我觉得没必要给自己挑挑框框 真的 所以就像好了老师说的这个 我觉得你们仨真的得有自己的个性 得有自己更张扬的那一点出来 其实李明德前面演了不少校园剧的角色 包括咱这个刚合作完明龙是吧 他其实就能把精感障碍跟有一点变态的感觉 其实全身特别好 我觉得跟你之前演的角色都不大一样 后面选戏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多看看怎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来突破自己原来的角色的障碍 也得多尝试 这个节目的存在性 这个节目真的有必要继续存在 因为给给给 就是差一口气的一个演员机会的 真的这个节目太牛了 OK好那下一个咱们跟子肖再交流一下 我特别要问一个关心问题 朱子肖你在选择去直播之前 你是完全没有人找你拍戏了吗 完全 你是无奈去搞的直播 无奈去搞的直播 不像我这种是主动的 不是你是爱玩你知道吗 你想你那么多的形象就已经出现了职业演员的你塑造的角色 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你是被抛弃了 还混不下去了已经是吧 你多久没有人找你拍戏了 那可久了很久了 多久 至少得小一年了 我的钱我以为是十年之久 对啊 是因为我在之前是从来没有断过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很恐慌 然后我的所有的是还不上 就是钱是补不上了 什么钱补不上 我的房贷我的车贷我要活下去 对我去哪去赚那些钱呢 你听过张宋文的故事吗 他一直就没有任何房子 他怎么办了 他也没有去主播 我买了房子 这既定情况是已经买了 可是不到一年呢 我都有整年没有人找我工作的时候 这怎么办